Hello大家好,我是杨哥 做不到日更了 我能做到隔一天一更 现在是我坐公交回家的 因为欣仔这两天在办办公室比较忙 而且每天可能我下班要早半个小时左右 后来我就想着别等他了 我干脆回来先做饭吧 然后大家吃饭还能早一点 昨天晚上欣仔喝多了 早上就没起来 然后我早上起来在那学着炸吐司 炸面包 然后又做的疙瘩汤 然后他起来吃完了之后 还是说很难受 就睡觉了 然后做完的那个照片呀 我就发到了朋友圈 结果就被我闺蜜吐槽了 我闺蜜说 你结婚之前发的都是啥 你现在发的都是什么东西 怎么天天发做饭呢 然后我想想 我说我也挺心酸的 我说走一步算一步吧 到啥时候说啥话 到啥时候做啥事吗 是不是 结婚了就是 拆米油盐的这些东西吧 那今天晚上就更心酸了 给你们看看我家现在的情况啊 这是我早上的这个整的面盆 碗 电饭锅 然后这边锅也是我刚刚刷出来的 看看这灶台早上都没来得及擦 而且今天还要告诉大家一个重磅的消息 最近都是我在养家 这个新载的单位 钱就要不回来嘛 结不了账 然后从年前开始就已经不往家拿钱了 然后我们俩生活费又挺高的 现在就是靠我支撑呢 然后让我更不甘心的是 他一个不拿生活费的人 竟然下班每天比我还晚 就每天在忙或什么我都不知道 然后还得我提前回来 给他准备饭 看看结了婚的女人有多么的卑微 这是什么 这可真是软饭用尺啊 我期待着 我相信现在是个潜力骨 那在不久的将来 一定是带我走向富贵生活之人 吃完饭了啊 再给安排点水果 生活条件质量下降啊 全是苹果类的 好了 今天就跟大家分享这么多 我是杨哥 拜拜 记得给我关注哦